我们这相声社山寨版的主角与配角 也不比得朱志茂成本丝的插板 下面呢 由于相声社的元老刘裕和我们的社长附臣 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传统相声 巴扇屏 巴扇屏的意思呢 是巴扇屏风 讲的是古时候屏风上刻画的历史人物故事 但是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们今天可能听不完巴扇 但是今天究竟能听到几事 又能听到些什么故事呢 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有请 好 往这儿来 动点的应该在桌子外面 好 让他给大家支付工吧 听到今天都累了 笑也笑累 刚才这段小铁 对 呦 您是我们今天表演相声吗 那可称得起是相声演员 那要业余的我们也算了 我跟你还不太一样 那您是 我是文人呢 文人 我不理会 不理会吗 不知道 我没有闻过你啊 我得让你闻呐 拿鼻子闻呐 闻人莫可 对 每天我都要读读书啊 好 月月报啊 学习 上上网啊 聊聊篇啊 写写诗啊 这好 尿尿看看 算算账 差点把实话说 算算账 这个怎么算账也是你的日常工作呀 那当然了 每天我都要算一算 收入多少 支出多少 能不能保持平衡 生活有计划 平时我还喜欢到各大公园去游玩游玩 您还喜欢上公园玩去 这不在一月份吧 我还去芝加哥 密歇根湖 去游玩游玩 您有时候上那儿玩去了 不是玩了吗 游玩呐 您这么说话都别扭了 您不知道 我这个人说话喜欢怎么大力 那您是 游玩呐 游玩 那天的天气是真的不错 像秦博日有点小风 风啊也不大 有多大 都在一二级左右 真的不大 哎呀 小风吹的湖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这个湖水是特别的清美 嗯 我看这个天气这么好 风景又是这么优美 我很高兴啊 我一高兴 你就 我就洗了个澡 哈哈哈哈 你这么说 密歇根湖那谁可伸着呢 嗯 淹死你可怎么办呢 我洗澡怎么能淹死人呢 那本来呀 你脱的衣裳下壶洗澡去 能淹不死你 冲你这么一说 你这个人没洗过澡啊 我连澡都没洗过 洗澡我脱衣服干什么呀 你废话你不脱衣服怎么洗呀 我洗澡你懂不懂 对呀 不就脱了衣服下水洗澡去吧 嗯 洗澡 怎么个洗澡啊 就是地上有个澡 哦 我把它捡起来 拿到水里洗了洗 然后再把他给吃了 哦 洗澡啊 洗澡 你得说洗澡 早就跟你说过 我这个人说话 喜欢走大鹰 你愿意走大鹰 我是怕你咽死呢 哈哈哈哈 这是笑他 不要宠笑 不过那天的天气是真的非常好 嗯 风景这么优美 湖水这么清零 小风吹的湖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哈哈哈 我看这个湖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我的诗气大发 哦 那你写了一首诗 哦 诗的时间是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我灵机这么一动 我就写了一副队炎 哦 你写了一副队子 那您这队子以什么为题啊 我这个队炎是以风水为题 诶好 诶这样吧 今天来这么多同学 你把你这个队子给大家念一念 我们向你学习决定怎么样 干什么 念一念 那念一念 在哪念 就在这儿念 嗯 那可不能够 那怎么不能够 这是什么场所 那今天这就算娱乐场所呢 娱乐场所 读书人之光 识字人之多 他们有一字念叉旗 被大家持笑我学生 那便祝货我是Honey 哈哈哈哈 你啊 放心 大家要是耻笑我 我该怎么办呢 有人耻笑你 我替你兜着 那行不行啊 你替我兜着 诶对 那好 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诶念一念 我这个队子是以风水为题 那您这上面是 上面是 风吹水面层层浪 诶好 见笑 见笑 您过签过签 您这下联是 献臭献臭 太客气了 您这下联 惨愧惨愧 哈哈哈哈 说下联 是不是粗了粗了 你有问题 我问你下联 你表示谦虚 您不用太谦虚了 您这个 风呢 就是刮风的风 这我知道啊 我问你下联是什么 这不知道 风下面呢 就是吹 吹嘛就是口子疼 加一个欠债的欠子 这个我也认识 我这也认识 我认识哪 下联是什么 再下面呢 就是水面 水面呢 又当表面来讲 这我懂 我问你啊 下联 再下面就是层层 层层 它们就不是一层两层了 还是许多呀 我知道 我问你啊 下联 再上面就是蜡 它是水 取一个梁子 这个片子